隐神脱下裤子,露出一条狸猫尾巴,而隐神就是一只狸猫怪。 这个世界不止人和普通动植物这么简单,还有一些其他的生物,在这个社会里存在。 而夏宇的命结石,正是他父母留给他,让他保持人性的道具。 夏宇也不是杀害牲畜的元凶,于是他和隐神去寻找作案的真凶。 这时弥太郎被两只丧尸犬围攻已经昏迷不醒。 夏宇两人刚好赶到,隐神以形化武,手中鸣结出手枪,几发,时代变了,干掉了一只丧尸犬,还告诉夏宇,弱点是头部。 哪知道夏宇力大无比,直接给另一只丧尸犬的头凝了下来。 而这时林子钻出来一头,尸鬼路,看妖怪的体型等级,这些天的案子准是他干的没错,隐神开枪射击。 可这个妖怪的脖子太大了,难以将其致命。 好在夏宇来了,用手伸进鹿鬼的嘴里,把头拽了下来,事情解决了。 夏宇说自己也不能在这个村呆了,隐神问他要不要,跟他去东京,顺便帮他找父母,夏宇很开心地答应了。 而隐神又说,他接到老板娘的委托事,杀掉夏宇。 因为老板娘知道夏宇的身份,怕伤害自己家孩子,才这么做。 而隐神说我打你一枪,给老板娘看,反正你也能重生,你就跟我去东京好了。 说完一枪给夏宇撂的。 处理好迷太郎,告别了老板娘,隐神开车往回走。 这时夏宇醒了,看看四处灯红酒绿,高楼林立。 问这是哪?而这就是东京,隐神带他来到事务所,还换了身衣服,并给他喷了点香水,说是遮盖妖怪味道的。 这时,门外有人说话,找隐神先生要披萨吃,门一开进来两个和夏宇年龄相仿的孩子。